在今日定期會議程中,先議員曾正妍,針對最近縣內魔守學校,發生老師不當體罰的事件 除了希望教育處應該要追蹤檢討之外,也希望列席的所有學校校長應該以此為借鏡,以達到校園連暴力,讓家長能夠安心的送學生到學校來學習 人家沒有犯罪,只有一碗菜叫你吃不吃,你如果這樣犯罪就叫四五個吃一口,吃得很好 你不是啦,你站到他啦,他第二天三不敢去讀書,沒有一個要求問的才知道,受到校園這種這麼大的暴力 這裡的校長,這就是這間,我們教育界一定要領暴力,要真正有那種用心,真正很好的教育才能 先議員陳漢立,針對今年縣所學校校長遭到免用,卻沒有看到實際校長任免的標準 希望往後對於校長的任免,能夠更公開透明,以免造成人心惶惶,打消校長們積極辦學的動力 去年水里入骨同齡國小,這些校長被換下來 那,其實我一直在講說,針對這個學校的部分,針對他們成績來做標準 可是,其實很多校長很害怕,就是說你們換的標準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子是非常不好的,我覺得這樣子是,根本已經不是教育領先的一個狀態之下 我真的很想要幫這些校長講話,我想要跟他們講的就是說 做不好,換掉,我認同 可是問題是你們的標準到底是在哪裡 先議員廖文賢,則針對原鄉教師缺而任用的問題 希望教育處,能夠優先考量涉及在南投縣的原住民人才 讓縣內優秀的原住民青年才指,有機會在家鄉服務 幫助部落教育的發展 本期這裡關心的是說,在招考老師的時候 有沒有一定的比例來優先錄取我們原住民的青年才指 本期這裡還是要特別要求,如果是我們原鄉的缺額 如果是有這個缺額的話,一定要優先我們射取在南投縣的原住民 在本日定期會議程中,議員們針對老師不當體罰,校長任免標準,以及原鄉教師缺而等問題 提出建言,希望縣府教育處能夠參考改善,幫助縣內教育發展能夠更好 記者陳偉一,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